大家好,我是真实君 先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有一个外国人在你面前侮辱中国 你会出手去维护自己国家尊严吗? 关于这一点,我不会质疑屏幕前的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 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因为这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爱国情怀 怎么刻的呢? 从小学的思想品德 中学的政治教育 到大学的近代史 还有广为流传的红歌 凝聚人心的电影 包括我们的宪法中规定的 每个中国公民都有爱国的意义 这些都在无时无刻影响着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这么重视 思想统一的建设呢? 这里引用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就是 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大家都知道 近代的中国被列强蹂躏 被日本侵略 被西方瞧不起 而魁首正是因为这个词 凝聚力 由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让平民百姓 对于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新王 没有任何概念 他们认为 国心是你皇家心 国王也是你皇家王 跟我们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 像刘姓的汉朝 无非变成了李姓的唐朝 赵姓的宋朝 朱姓的明朝 和爱心觉罗姓的清朝 老百姓心中的王朝的更迭 他只是姓氏的更迭 而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 并不对国家民族负责 以前社会是没有天下围攻的理念和实践 所以国家新王又与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样的封建观念下 你又怎么可能要求民众和你一起万众一心呢 那古代封建体制下的中国社会 究竟有多涣散呢 像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当时英军在广州登陆 助于爱国勤操的宣扬 我们知道的是历史课本里所熟知的三原理抗击 但这仅仅是少数现象 我们不知道的 则是当地民众主动向英军出售牲畜 蔬菜粮食等物资以换取银两 百姓并不在乎他们来干嘛来打谁 只要不涉及到我自己就行 还有我们熟悉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可我们不知道的是在联军之后 尾随的是人数更多的中国民众 一同加入了轰抢园内宝物的行列 他们只觉得抢的是爱新觉罗家的东西 跟国家是无关的 甚至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 听起来八国好像很唬人 其实蛮大满算也就一万八千来人 这么点兵力十天就攻陷了不防几十万重兵的北京 面对当时郭沃金汤的首都城池 我们不知道的是 当联军进不去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就带领联军 从没有设防的广区门下水道渔冠而入 外国的军队散乱的站在土坡下爬上城墙室 下面还有民众帮忙扶梯子 而身后站着的一群群留着辫子的中国民众 都在远远的看热闹 看洋人是怎么跟皇帝打仗的 甚至还有华人雇佣军和近两万人的中国民众 给联军运送后勤之中 而八国联军在北京杀人还杀人诛心 指定中国人捆中国人 中国人砍中国人的脑袋 在老百姓眼里 洋人是在跟皇帝打仗 与我合肝 打败了也是皇帝打败了 赔的是皇帝的钱 割的是皇帝的地 与我又合肝 国家安全民族尊严一词 在民众心里远不如自己重要 所以孙中山先生才会有那么一句 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的感慨 在近代 家是我的家 国是你的国 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在自己统治时可以平安无事 可当面对新兴种族制度入侵时 就显得尤为突出 那有朋友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民众百姓心智未开 不懂得国家新毛 匹夫有则的道理 真的是这样吗 并不是 现实就是通敌卖国这种现象 不仅仅只在平民百姓中出现 在当时的精英阶层 更是层出不穷 像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一批所谓党政精英 如汪精卫 陈公博 王克敏 周佛海 彭比勋等等 哪个不是当时的国家动娘 党政精英 可笑的正是这群人 嘴上背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诗词 却作者那盘散沙中最显眼的一例 好比当时的彭比勋 刚刚获得泰尔庄会战的胜利 在受勋完后 转头就整个部队叛变成了伪军 还有王克敏 最早投入日本怀抱 对于后来投降日本的汪精卫 甚至看不起他 因为他觉得汪精卫投降的资格没他老 连投降日本都要以资格来评价 可见当时的国民涣散到什么程度 还有当时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 抗日抗头最后只剩下一个人 有牺牲的 有打散的 投降的 叛变的 只剩下他一个人在雪山上与日伪军周旋 最终杨靖宇壮烈牺牲 可悲的是 在抓捕过程中 出卖杨靖宇的 围捕杨靖宇的 打死杨靖宇的 都是中国人 都是那群没有血信 跟着谁干都是干 只要能活命救星的中国人 所以也正是经历过近代这些雪淋淋的事实 让现在的新中国深刻意识到 中国人只有团结一心 种植成城 才能干成大事 才能获得民族尊严 在世界民族这里赢得尊重 正如教员在总结抗美人潮时 所说的那句震动发魁的话 这里面的组织 你可以理解成团结 也可以理解成 我们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爱国情怀 让我们现在的中国 成了世界上最不好惹的国家 而这背后支撑的 便是我们中国人的凝聚力 好了 我是真实君 知了真实理事 如果你千万有所的播放点资 关注这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